大家好,我是舟口水店胡宫 这是客户洗手盆下面的三角阀 漏水严重,他准备自己更换一下 结果一碰就断里面了 这种新合金的三角阀时间久了 老化严重,轻轻的一碰它就会断了 现在我们用断丝取出器把它取出来 我们用活口扳手卡住断丝取出器 逆时针旋转 然后把里面的断丝带出来 现在已经松动了 应该可以轻松的取出来了 好,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松动了 我们徒手就可以把里面的断丝卸下来了 把里面的杂质再清理干净 把新的三角阀给它装上去 好,现在三角阀和软管都已经装好了 一定要上紧确保它不会漏水 水龙头也可以正常的出水了 今天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水电问题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下方留言评论